CBA第二阶段比赛正式打响 最受关注的依然是争冠强队的表现 这个阶段因为也有了大部分外援的重新加入 强弱悬殊的情况应该会更加明显了 关于夺冠前景 广东和辽宁无疑是最被看好的 不过铭记贾磊却有不同观点 他直言CBA总冠军将会在辽宁和首钢两队中产生 广东队应该是无法打进总决赛了 这个观点目前已经引起了不少争议 但贾磊是有他自己的观点和理据的 首先广东队的最大弱点是外援 目前只有威姆斯在阵 根本无法与辽宁队的双外援莫兰德福格抗衡 贾磊的观点是 外援实力将会决定总冠军的归属 广东队弱势一直只有威姆斯一人 马上无法付出 以及朱芳宇确实是开出空头支票 没有引进第三外援 那基本上是要退出争冠行列了 其次论磨合程度 辽宁队外援与本土阵容的磨合更好 毕竟威姆斯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与广东队合练了 最后是信心问题 辽宁队上赛季丢冠是因为信心不足 主要是外援的表现 无法让球队带来信心 随着莫兰德的加盟 内线实力已经是CBA顶级了 双外援的实力和作用只会更加明显 这会让辽宁队更有底气 值得一提的是 贾磊是连续三年对总冠军的归属都预测错误了 这次预测显然也不会得到太多的认同 其实广东队由开赛至今 从未提及未免的目标 朱芳宇和杜峰都认为球队的目标只是打进季后赛 更有消息称 朱芳宇根本不在意本赛季措施冠军 他作为广东队的总经理 其实对球队的规划有着清晰的思路 之所以没有把夺冠挂在嘴边 是因为球队的工作重心在培养年轻球员 要让广东队获得可持续发展 没有引进第三外援 主要是价格和人选都不合适 并不需要勉强而为 不能像辽宁队和手刚那样花大钱 却办了小事 可以说朱芳宇的操作是令人幸福的 现在压力都在辽宁和手刚身上了 他们应该无法接受拿不到冠军的事实 那轻装上阵的广东队可能为球迷带来惊喜了